好了,回來了 就講一下啟德 又講啟德,沒有話題 其實沒辦法 有些網友住在啟德 我們當然要講一講啟德的情況 今天立法會開會 他們沒有激變 坦白說回給大家聽 這個現實就是他們沒有激變 為什麼他們不激變呢? 現在的形勢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在啟德買的話 你自己也要看路 為什麼要看路呢? 如果你是想著住一會兒 在啟德可能住到小朋友讀完書 因為啟德有些樓盤 效妄挺好的 之後會建建簡約公屋 都是在好效妄 就是九龍城區效妄 是不是整個啟德區都在好效妄 我告訴你,不是 這個一定要先說,不是 當然是 現在當然是 東方罵得很厲害 這個是天價積木 第一批 這個簡約公屋的項目通過 其實啟德都是在第一批裏面 這個我們一定要講清楚 公務委員會 批了OK 這個我財委會 財委會會不會 激變多一點 我不清楚 可以聽聽一些議員說什麼 這些議員 聽聽誰有道理 林健鋒說 政府不是沒有地 只是沒有地盡其用 希望政府吸取經驗 日後再推出大型建築計劃 或者項目 做好解說工作 這件事 跟解不解說 老實實,關係不大 我告訴大家 就算政府官員全部解說 當區的居民 都會有很大怨氣 最主要是私樓業主 和居屋的業主 那區的業主是很大怨氣 其實 你說是不是林鄭的錯 某程度上 可以說是上屆政府 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他們本身已經有怨氣 但你說是不是上屆政府的錯 我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 有很多時候是跌加的 我告訴大家 那些人能否承受到 現在最糟糕的 其實這次就是 給人的感覺 你這個 現在不是假的 其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你的成本太高 整件事變成不合理 整件事你用五年不合理 他當然是會有問題 對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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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 他就不是在公佈委員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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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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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雖然有時候都叫他田邊有毒蛇 但是他講對的東西我是實事求是說對的東西 別人對政策有意見 你不可以說別人去涼博的 不可以合一聲就說別人去涼博 因為你知道啟德那裡 他們很多人去買的時候 其實去買的時候 是給了一個日價去買那個區的 為什麼會給一個日價去買那個區的地方呢? 就是信政府CBD2的規劃 還有就是信喜動九龍東的規劃去做 那時候港人港地很貴的 如果你留意一下 港人港地為什麼會被人罵得七彩呢? 其實就是 港人港地最初大家都以為港人港地是會便宜一點的 結果港人港地是沒有便宜的 就是啟德一號的就是港人港地的 如果你想回頭有些事情 其實當時你想一下最初推港人港地的時候 那些人出來怎麼說 港人港地原來是沒有便宜的 接著政府的解說是呀 還有法治商的解說是港人港地沒有便宜的 是准給你們香港人買的 還要是可以轉手的 即是有人借身份證給別人的 那些情況是 你說港人港地是不是失敗 我也不敢說 但是 就是有部分的人 其實他買啟德一號的時候 就是港人港地去買的 那你說他們現在有沒有錢賺 其實他們也不用虧虧的 就是據我的理解 他們不用虧虧的 但是呢 就是他們一直那個交通配套那些都是很差的 其實就 我說句真話 就是他們 就是怨氣是一直都有的 其實就算是私樓都是進去開荒的 就是在啟德區 就不只是公屋那些人是去開荒的 結果就是公屋、居屋、私樓全部一起開荒 那麼現在 就是開開一下 結果等不到 就是大規模商業發展 因為 因為很坦白說 就是經濟都不是那麼好 就是其實香港 你說未來這一年 2023年好不好 我覺得很難好的 其實 因為大為不好 香港其實很難好的 那麼 那邱達根他就說 就是 解說不足 情感歇辭理智 那 那田北辰他還有說了一句 他就說 他希望政府明白 就沒有人反對幫助基層市民 但是呢 就是牽涉到寶貴土地資源和公帑 所以個個都想做好一點的 就是我們那個情況 你說 哇你跟田邊有毒蛇說的一樣 那麼其實我跟他說的都不是很一樣 我都要說 其實我是很支持這個計劃的 一定要說 就是我是類似 如果對號入座的話 就是 我是被 吳秋北說是 可恥的人 那些人 因為那些細節是 很老實說 就是 你現在說真的 你是沒有辦法說服到 啟德那一區的人 我說個現實的話給大家聽 那 鄧家標他就說 關主政府如何確保 唯一新界的簡約公屋可以有高的入住率 那問題就是 新界的那些中轉屋 好像銅心村那些 那些居住是不高的一直都 銅心村位置算不錯 但是都是吸引不了人去住 那 我也很老實跟大家說 就是 有些劏房戶 他 要住在市區 他是 一定要住在市區 因為他上班的地方是市區 那你說 為什麼 就是 有些劏房戶 住的劏房特別 就是 不妥的呢 就是環境特別差的呢 因為我們 有些蜂友都 有部分是住在劏房的 你不要以為 我們全部蜂友都是中產 不是的 有部分蜂友都是住劏房 那 他們那個情況就是 他們的劏房沒有 就是電視播出來的人 那些那麼惡劣的 其實租金是差不多 那些蜂友都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有些人會給那麼多租金 去住一個那麼差的地方呢 究竟他們想怎樣呢 因為其實市場上不是沒有 一些比較企利的劏房去選擇的 那麼 有些人都說 劏房的環境很差 其實 不是全部劏房的環境都很差 我一定要說 就是 有一個誤區就是 就是 所有劏房都是不人道的 還有這個環境是很惡劣的 這個不是事實來的 我一定要說 那 那 也都多謝一下 周蕭你的支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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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說 就是 這一次 牽涉到很多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 那 我認為不是這麼簡單 那 那 我先講講其他的議員說什麼 鄧家彪剛才說了怎樣有住率高一點 有些人住不到新界的 住在市區劏房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去新界的簡約公屋 新界有沒有劏房?有 住在新界劏房的人會不會走過去簡約公屋? 如果地點是對的 但對很多人來說地點是不對的 問題就是這樣 楊永傑之前搞了遊行 但是縮了沙的議員 他就說這麼多人同事入住 會不會塞爆啟德地鐵站 就是這樣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說交通方面 政府有沒有辦法去做多一點 疏動交通 政府是有能力做得到的 其實政府未必有得到 其實就是其他民生的配套 其實其他民生的配套 可能是有困難的 我也講一句實話給大家聽 除非這個簡約公屋 如果他遇到一些位置 是可以提供一些民生的東西 那問題就會比較小 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問題 我也要告訴大家 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問題會比較小 所以迪志遠 他說什麼呢 就是批評政府 在推動簡約公屋的時候 就沒有跟居民溝通 那這個一定是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只是啟德 有這麼大的問題 其他區的人沒有出這麼大聲 這個呢 就牽涉到啟德區的定位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你一開始就說到是CBD2 這個核心商業區2 還有就是 啟動九龍東 就是越催越大的 其實就 其實這個啟德概念 是政府推出來的 那如果你政府推出來 你埋不到尾 你爆煲的時候 那 你影響到很多人 就是那個事實就是 那李鎮強這個議員 我都不認識他 他就說 會不會考慮引入有經驗的 內地勞工興建簡約公屋 那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搞什麼呢 我不知道 那其實 如果你在簡約公屋 組裝合成那些 很多工序 其實就搬到內地 在香港就變了陷 那就是 那個情況 你組裝合成 是不是真的 好 那個質量 我就說 說個真話給大家聽 就是組裝合成 我認為 就是 我根據一些 業內人士的說法 就是 連預製件都漏水 你用這些鋼板 組裝合成 就是很難不漏水 尤其是久了的時候 很難不漏水 這是業內人士的說法 我不是做 做高樓大廈的人 我也要說 有些常識 我有的 但是 很老實說 究竟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說 我不知道 但是 那些人的觀感就是這樣 我只能夠說 那些人的觀感是什麼 當然 當然 這個簡約公屋 其實 有沒有效 我認為 你叫它做簡約公屋 唯一的效用 就是要把公屋輪候時間降低 那些人進去 簡約公屋 那裡 你就可以把公屋輪候時間的數目 整理好 其實這是唯一的作用 我的看法 你說中轉屋有沒有效 中轉屋也有效 有些人去中轉屋那裡住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 汪奴就說 其實用那筆錢 去幫市民租樓 可能還有效益 我不敢說 真的 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 每一個政策 它都有它的 複雜的地方 譬如你 拿些錢去津貼他們 去租 其他好一點的地方 那 那 業主是有可能會加租 是有可能 我都不敢說百分百會 是有可能 這個 政府很多時候 都會有些人是這樣回應的 就是說 如果我拿租務津貼 那些人就會加租 但是其實現在事實上 縱緩一部分 都有租務津貼 其實就是這樣 你要計算很多數 譬如你一戶人 如果你用一條平均數去計算 一戶人五年 你津貼它九十萬左右 五年是津貼九十萬 每一戶 每一戶 那條數就大概是這樣 我剛剛按過計算機 那你五年津貼九十萬 其實是很多錢的 那 加加就幫市民交租 業主做不加你租 那 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 在外國呢 不是沒有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政府有些東西有補貼 有些這樣 那你說業主可不可以加租 其實 業主其實是可以做到他不能加租 就是說我講句真話 如果政府是有 魄力去做的 那是可以做到的 譬如 如果我們 舉個例子 幫某些人交租的話 你是可以定租金 那個合理水平是你定的 他可以不租 他可以不租給你的 但是你是 因為你有這個幫手的 我的看法 就是有一個權力在這裏 你是有一個權力的 政府可以做一些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 Yan Chen就說 社長 新界區唐樓劏房五六千租 都有兩百尺 他們住九龍區 方便上班那些 劏房比唐樓劇 其實我們要這樣說 有些網友都是住市區劏房的 其實就真的沒有 他們那些那麼差 其實不是差那麼遠的 即是那些 質量很差的劏房 和質量OK的劏房 你說的可能是 兩三千元的 差異是 那當然說 兩三千元 他們很多 那如果是兩三千元 是他們給不起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考慮 他們去找一個好一點 你再給他兩三千元 那麼 那需求不是多了 即是一定會有人這樣說 其實事實就是 是的 需求是會多了 所以你始終都是要 供應一些 還有 某程度上 是要淘汰了那些 即是很惡劣的劏房 即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那 Chirful就說 我朋友的一個 中環客接受訪問 聽說是地區 社工施勵山安排 有食物券一百元給受訪者 我操錢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即是 你說那些社工 他們是不是 有誇大 一些慘況 我真的不敢說 他們沒有 真是很老實說 不過你說 哇你這樣說 很涼薄 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慘 其實我知道有些人很慘 其實有些人住在公屋裏面都很慘 其實我們都知道 那麼 那 那 問題呢就是 現在 你現在說一大塊錢 是大到怎樣呢 是比起一間正規公屋更多 其實就 你說 這個是延微之急 這個是馬上去救急的 那 如果真是很急的話 我是同意給這個錢的 即是 你明不明白什麼叫很急 就是一個迫切的住屋需求 就是一個迫切的住屋需求 就是 你可以去 遠一點的地方住 都是 環境會好很多的 那你住遠一點 那 可以不可以呢 那 周蕭就說 只有資在有 大有細 家庭低收入 還有住在劏房 就算他們是新移民 但是他們令到香港 帶來下一代 這一點很重要 那 那 香港人口是不夠的 其實香港某程度上 就是要靠人移入的 那 那 你 就是這一點 又是要 看看要怎樣做 特區政府 那 何虎就說 延微之急 其他劏房 都燒光了 根本為了交數 何虎說的 那 現在 現在就要回去說 為何 啟德 那邊的居民 他們 那麼生氣 就是 你剛才聽到 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 不是說 我可以住 別人沒有住 我會開心 不是這樣的 一定要說 是 政府拿出來的政策 合不合理 還有 之前政府在啟德 做過什麼 走光了 第一件事 單鬼列車 原定這個單鬼列車是今年通車的 2020年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 就說 造價太貴 宣佈各自 問題就是 那時候已經有疫情了 不行 大家知道 2019 2020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候 林鄭拿出來 啟德那些人都算了 覺得 還是沒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因為大環境不行 其實啟德那些人 我告訴大家 不是像 盧偉雄 和屈詠賢說 他們只是 林鄭月娥 不可以在我 那區那裡做這些 他們不是這樣的 你看看 他們 其實他們有道理 他們說出來的理由 是合理的 但是你說 他們合理為什麼沒有人幫他 他們現在要自己幫自己 他們的業主 我告訴大家 應該現在也有啟德的業主在聽著 你要自己幫自己 現在沒有人幫到你們 為什麼呢 因為 傳聞就是這樣說 有人說 在洞棍那裡說 洞棍那裡說 就說 這件事一定要力撐政府 要政府過了所有事情之後 讓政府可以立威那些事情 就不要被人分化 洞棍就是這樣傳的 其實差不多說到 就是中聯辦下了指示 我就不知道 我老實說 我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些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 已經在啟德 已經有物業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自己 物業根本上有很大部分是銀行 你還在供應 他們當然是害怕 為什麼害怕呢 就是 如果 這個憧憬 或者不是這個憧憬 其實應該是願景 這個CBD2 這個願景 實現不了的話 政府就這樣跟你說 我不好意思 他不會說 我一定要把CBD2推出 所以這件事很麻煩 我告訴大家 因為有些東西是吹大了 我經常都說 我們做節目經常都說 有些東西吹大了 就會很麻煩 是很嚴重的 周小就說 我不贊成在啟德起 簡約公屋太浪費資源 嘉嘉就說 那些人真是難服侍 如果住的劏房那麼難頂 遠一點都去 起碼地方寬敞一點 其實問題從來都是 他們說有迫切的居住需要 他們要求一定要園區的安置 你要在園區那裡 有迫切的住屋 那是不是政府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劏房 或者很多的簡約公屋可以供給你呢? 不是不行 供給你的成本是很大 其實每一戶 結果五年 基本上每一戶都給他90萬 那麼 那90萬是從哪裡來的? 結果是公帑來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對這件事 那麼 憤怒 就是這樣的 我一定要先說 現在很麻煩 本來也不想說 但是還是要說 就是 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提出批評 只在指出相關制度 政策或者措施 存在錯誤缺點或者缺陷 目的就是促使矯正 或者消除這些錯誤缺點 或者缺陷 大家是要 循合法途徑 去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 對政府 或者其他社群 產生仇恨 不滿 或者敵意 這個一定要先澄清 一定要先說清楚 很煩 那好了 劏房是有慘的人的 我也要說 但是 你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可以 完全不計成本去做呢? 我到而很懷疑 Yang Chen就說 我八年未上公屋前 都是住劏房唐樓五樓 月租四千兩百尺 人工已經沒有了一半 還有水、電、食、美、計 其實 我們有 網友 到現在都是住劏房的 我們都知道 但是 他們住劏房 他們都認為 你搞起啟德這些 簡約公屋 對整件事沒有幫助 真的沒有幫助 他們覺得 這件事真的沒有幫助到他們的 可能不是那區 問題在哪裏呢? 如果你做出來一件事 會被周邊的人反對得很厲害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 硬硬可以住在那區 你覺得自己 完全不會有人 看到你會很憎恨的情況呢? 所以很麻煩就是這樣的 租宵就說 觀塘、舊樓半間單位 都是六千五 五年都是四十萬 其實 問題呢 就是 你如果 覺得有些人的住屋 真是很迫切要改善 如果真的 那個環境是很差的 你是可以真的去找些社工 去幫他們搞一些中轉屋 那些事情 其實中轉屋還是有吉位的 為什麼遠一點又不肯去? 其實遠一點不肯去 其實他們都是因為地點的問題 就是我講句真話 生活平靜就說 現在應該做好遊說外企來香港 才會令到大家覺得有希望 其實 因為你那件事 就是在啟德那區 你講了太多 就是願景出來 結果現在做不到 剛才我說單鬼列車第一單 但第二單就是東九龍線 東九龍線 本來啟德那些人 就可以在鑽石山站 搭一去 直去寶林 但是現在政府又考慮縮短 寶達去彩虹而已 還有就是 可能會做一件事 就是 用巴士 BRT BRT 這件事在廣州也有 在北京也有 但是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住在BRT 原線 和住在地鐵網 Cover島的地方 是兩件事 因為BRT 在路面是會塞車的 那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這樣說 但是 我也不想笑 不過這些是 是乾笑 就是 你根本現在的交通 在啟德那裡 就沒有配套的 為什麼來講 是有些巴士線在 因為其實這些巴士線 就要計算太子道經過的巴士 那麼 那個服務的水平 當然是不夠 老實說 你說會迫爆地鐵站 議員問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都多餘 其實就是 你本來的規劃 就是一個核心商業區 有人會去那裡上班的 即是去上班的人 這個我也要說回 去上班的人 跟在啟德 走去第二處上班的人 又是不同的 本來就是 可能 那個規劃 就令到 Origin Destination 會比較平衡 那麼 現在的情況 就不一樣了 現在你將它 一個位置 變成多了三萬人 在這裡住 因為其實很多人 現在 你知道它規劃 一萬戶 那就是有三萬人 沒有手估計 那有三萬人的話 你自己計一計 這條數 它要多多少服務 才可以頂得住 現實是 你自己想一想 你不要說 那些人抽稱政府 其實不是 那些人一看都知道 你的政策拿出來 有些不妥 是不是 拖得車 這個題目 講了十年都講不完 其實就不是 Livio Lee說 其實問題核心是 每個人可以得到最多 最終都是 取決於自身能力問題 社會福利簡單 是透過有能力的人 去交稅支持 現在給人感覺是 社會福利幫 沒有能力的人 幫到超過 甚至 令原本有能力的人 都因為幫他們 而陷入困境 為了保護自己權益 財產 反對這些政策 甚至 會被人罵涼薄 下去 沒有人願意再努力 其實 Livio Lee說得對 不是反對增加福利 我們經常都是 希望社會和諧一點 就要多一點福利 那麼 你不可能做一件事 就是 一大塊錢去玩五年而已 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你又拆又起又起又拆 整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President S 說 我同意用減成本 和自願機構 或者私人機構 合作做這種公務 其實這種就不是公務 其實 我不知為什麼 會有人定了一個KPI 就是要 和上樓的輪候時間有關 你上樓的輪候時間 其實說真的 你整短了一些人 又會多些人去申請 其實現實就是 你現在的問題 就是你都沒有辦法 減少申請公屋的人 對不對 所以是很麻煩的事 七彩賴尿蝦 就說 幫不是問題 但是太多貪得無閹的白眼狼 荷里玉就說 我最不份是 每個家庭花50萬 又不可以延續下一家庭 其實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個政策過財委會呢 我想財委會也是會辯論的 如果財委會不辯論 就這樣按個按鈕 過了 其實就很有問題 那 Carol Jung就說 中轉屋都沒有人願意住 建了三萬個類似中轉屋 如果要入住又怎樣呢 是不是賭錢下去呢 其實就不是 如果你在啟得起 他這個計劃就肯定會有效的 我跟你說 現在 就是用啟得這塊地去做 那究竟對不對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 住在啟得的人 當然是覺得被政府出賣 剛才我說了 政府鋪了兩個概念 你的規劃 已經兩樣走了數了 是重要的交通東西 走了數 好了 然後你說搞簡約公屋 然後又說搞青年宿舍 那 還有就是那個規劃 政策是有不確定性的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試過兩次有不確定性了 就是你那個單軌列車 東九龍線 兩鑊都失去了 嚴格來說 政府其實失去了 那 現在你再做第三第四鑊 第三鑊是簡約公屋 第四鑊是青年宿舍 那 你說什麼都很難說服到那一區的居民 不是說 你解說工作做得好 那些居民就會相信你 現在根本就已經不是這樣了 我告訴大家 因為 現在是一個疊加效應 我不是說這屆政府做錯了些事情 一定不是 現在是疊加效應 因為你有其他兩樣事情都做不到 那 你跟別人說 我給你臨時在這裡建住 就是先待著 不要緊的 住住 住住先 最怕就是 住住先 一住就二十年 一住就三十年 你說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哪有可能 如果經濟環境不好的話 這個是很大可能的事 你說 政府不是 政府說了二加五 對 政府說了二加五 但是連何永賢都要說 如果一有其他用途 我會馬上給出一塊地 如果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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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居民已經問了這些問題 如果沒有呢 對不對 就是說 還有 你是否真的之後可以找回何永賢 找數是不行的 是找不到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我很良薄 那我就真的不好意思 我其實是很贊成他們興建的 我也一定要再說多次 興建的簡約工 我是贊成他們興建的 但是他們的想法 可不可以調整一下呢 就是 你如果用這些 拆完又拆完又拆完又拆的 會不會 就是 不是那麼好呢 因為 別人不會相信你 其實那個問題是 因為說它真話 別人不是那麼容易相信你 其實就是 那我今早說 就是在五六十層的酒店 其實我已經說錯了 我不是 我意思不是五六十層酒店 我一定要說回來 就是 你在一種 就是雙用形式的大廈 五六十層就OK 那你裡面怎麼選擇 你是可以 就是 想方法去做的 那麼 那麼 查理恩又說 四方果呢 他說多數老人家居住 不影響交通配套 反而大王 當區街坊小店 哈哈哈哈 是嗎 那麼 他們有沒有規劃 街坊小店在那個 簡約工屋下面 有沒有規劃 就是 不要說就說 其實四方果那些 根本 都不知道就說 其實就 哈哈哈哈 真是很老實說 就是 啟德那些人 現在出來說 其實你說 啟德那些人懂事 還是四方果那些 懂事 當然是啟德那些人懂事 那個現實是 很認真地說 你現在去問一下 就是住在啟德居屋那些人 問一下住在啟德 私樓那些人 他們是 就是 坦白說 他們 就是 不高興是有 有了理由的 真的有了理由 哈哈哈哈 那 七彩賴尿蝦就說 先聲明搞大遊行 就不等於支持黑暴 兩樣東西 我也要說 還有搞大遊行 沒有用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如果你是啟德的居民 你搞遊行那些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用 因為啟德那些人都要賺錢 那些人都要賺錢 其實 就是 我覺得 有些政棍是立心不良的 覺得事情 不在自己的區塊發生 就可以不理 我就支持 沒有所謂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牽涉到長遠規劃的問題 哈哈 這個是長遠規劃的問題 不是你說 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不是你說 我肯定會做到 肯定會做到 政府已經 被人看到 喂 單軌衰了 東九線又衰了 之後 再信不信你 說真的 衰了兩次 還相信你 一定是打問號的 我告訴你 就不是這麼容易 早早就說 老人家不出門 他想法是什麼 老人家不出軟門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 當你有兩元便宜坐車的時候 老人家是到處去的 我告訴他實話 哈哈 所以他根本都不知道 那些老人家做什麼 哈哈 周蕭就說 樹葉老太婆好像沒有出聲 其實他很聰明 他其實就經了 這個Safe Hong Kong 那裡出了聲 嚴格來說 他自己沒有表態 Safe Hong Kong 那些也有表態 其實兩邊都是 素朱情感的 但你兩邊都是素朱情感 我就說 這件事 就很難原本解決 其實現在這件事 也很難原本解決的 就是 現在大家要求的 和大家看到的 其實有很大的距離 哈哈哈哈 所以很難解決的 那你說 政府省了10億 那些 好像何永賢回應 那些議員 我省了10億 那樣 但是這條數 現在說的是 幾百億 哈哈 你省了10億 其實 是不是真的有用處呢 這是一個問號 我都說清楚 這些是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事情 那你說 我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那你又不支持政府 那 是支持他 去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啟德的人 就沒有那麼緊張的 還有 就是這條數 現在計算都不對了 就是你用那麼多錢去做 沒有成本效益的 你一看就知道了 那所以 如果你說現在這麼粗糙去支持 那其實 有其他後果的 我認為 真的有其他後果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 周蕭雀說 觀塘工業區內 很多老人走來走去 那當然 他們都不知道 對吧 那 SANSYS就說 分段重建彩虹村 好過每層 起高二三十層 那 那 有些事情呢 我覺得可以慢慢搞的 那其實政府 喂喂 現在不行 不可以慢慢搞的 現在是急切 迫切的住屋需要 那我就問一下 如果真的有迫切的住屋需要 那為什麼不是 現在那些住屋滿了 是不是 就是你 究竟這個迫切需要有多迫切 你這樣說 很涼薄 我一定要同區安置 那你要求太多了 我覺得 真是很老實講 那當然有些人 都是懷疑 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搬了進去 怎麼會搬走 其實這個 根本政府沒有辦法 派一個定心院 給那些居民 雖然楊永傑 就說我已經有定心院了 你自己 很坦白說 你代表了那些 就是 啟德那些人 你有沒有去問過他們 說什麼 啟德那些人 現在說很多都很擔心 就是這個CBD2 可能走不了 這些是他們真的害怕的 這些事情 那好了 那帕芒長 這麼急都要等兩年 就是了 其實 有沒有辦法可以再快一點 就是說 再快一點行不行 你不懂得設住房 那些情況 其實 是不是可以 拿其他的方法去處理 就是給他一些補貼 讓他住好一點的 然後就淘汰了那些不太好的劏房 那你說 不行啊 那麼業主會加租 之前政府也有法律 就不給那些劏房業主加租 結果他們在那個法律出來之前 就先加租 所以你要有其他方法去處理這件事 那你說 簡約公屋是不行的 那你 現在你 強行弄一些市區的簡約公屋 你就可以 試一下那個效果 但是 很老實說 牛頭角那裡應該是沒有人出聲吵的 就是我認為 你啟德那裡 真的 那些人是 就是 我想到 到最後都是很不開心的 就是 你搞到一班人 本來可能 都是信政府的 到最後他們就不信 是沒有信心那種 那 那 那 家家還說那些雪倫建議 那我就 不知道了 不知道到怎樣 那你沒有成本效益是一件事 就是 好像Carol Jung說 沒有成本效益是一件事 那你現在是 夠急而已 現在 現在 你說政府可不可以做些沒有成本效益的事 又不是不行 是可以的 不是一件事都要有成本效益 倒過來說 你說 喂 你好像說完好像沒有說 現在的問題 如果你想這件事完滿解決 單純的解說是沒有用的 你是要有承諾 特區政府要有承諾 但是特區政府的承諾 在啟德已經失敗過兩次 那 你的承諾有多有效呢 那些人有多少人相信呢 其實 現實就是 你失敗了兩次之後 還有人相信你 其實是奇蹟 我只能夠這樣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那 Rita UMM 就說 我也想和家人同住 方便照應 但是不可行 除非很有錢 其實是很難搞的 那 極亂屁屁要打針 就說搞啟得一定吵 那 你最初那個規劃 真是很厲害 吹到很大 你知道嗎 就是 計中環之後 第二個核心商業區 那你現在 就是 做的事情和說的事情 是完全兩樣 那些人懷疑是正常的 那 那 特德車說政府無地可用 只能夠說 政府現在見步行步 政府未來一定要靠 明日大嶼去拿地 那 這個是事實 但是 我也說句真話 如果你在 啟德那裏 住開簡約公屋的人 他們肯不肯搬去 比較遠的公屋呢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 你說我到時再解決吧 不到他們不走的 那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 你說不到他們不走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部份人 留在那裏 你是不是 去幫警察手 去趕他們走 立即說這些事情的人 下巴輕輕 老實說 任你講都可以的 你實際上 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當然要評估一下 你不要說 他們不會這樣做的 你看看 其他地方 他們一樣會走 拆就走 是啊 其他地方那些 不是政府搞的 那些社福機構搞的 是不是 哈哈 你自己想想 有什麼不同 社福機構搞 和政府搞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連這件事 你都想不到有什麼分別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解釋 哈哈 我都說句真話 七彩賴尿蝦他就說 如果我是他們 斷水斷電都不走 有什麼出奇 有什麼出奇 我覺得一點都不出奇 喏 喏 呃 呃 上樓他們就搬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 保證他們會上樓 那個問題是 還有 那個現實就是 哈哈 那個現實就是 如果派了給他 頭兩間 你不會五年派幾次樓 是不是 就是 你當他五年內 給了兩次機會 他 兩次機會他都沒有要到 兩次派給他 就是偏僻的 公屋 兩次減樓機會 他不要 他還有一次減樓機會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個 2加5 兩年起完之後 五年那個租期完了之後 他 如果沒有公屋 他又是可以出來 喊褲喊褲 又很簡單的 我幾年前我住在劏房 五年前住在劏房 來了這裡 沒有東西 那些小朋友上學很開心 找東張西望那些播一下就可以了 賣一下慘 是不是 你現在你要我 搬去童心村 好不好 那些小朋友上學 又要坐很遠的車 喂 很容易可以讓到 就是你做好事 結果自己搞得一副也是 老實說 可能好吧 就是做好事 但是任何人做好事之後 都不可以弄得一副也是 一定要自己去想 那個記者就 söz 給一家市區新工就搬了 說句很老實話的說話而已 還有就是 彭王說句實話 香港土生土長正常打工的人 有多少合資格排公屋 好少的 好少 真的好少 不是那麼多 我說句真話 剛才有網友都說過 排了八年 是排了八年 才有公屋 說真的它等了一百年 平均等公屋的時間 現在是五年 那時候有人說太長 洞房經常說這個太長了 不行啊 是長的 現實是長的 如果你這麼容易申請得到 你永遠都不會夠的 那樣東西就是 說句真話 好了 那周超就說 不如找幾座大學宿舍給他們住 那其實 類似的事情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又不是做不到 那 說到這裏呢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其實就是 其實政府吹大了那個願景 然後 現在是沒有辦法賣尾 現在是 你沒有辦法賣尾的時候 你就再做多些東西 反正也沒有辦法賣尾 就再做多些東西 就是青年宿舍也好 檢約公屋也好 全部都放進去 因為有地 你第一次做這件事 你之後就會有很多麻煩 就是因為 別人看得出來 你這個政府其實沒有長遠規劃 其實只要有些東西 一旦走不通 你就不會走下去了 所以 現實就是 這次是很難解決的 我覺得 人人都不會開心 我的看法就是 到最後人人都不會開心 除了那一群 可能本來住在市區惡劣劏房 又能獲得到市區選藥公屋的人 他們就會很開心 那你是否為了那幾萬人的掌聲 又可以不理其他人怎麼看呢 就是一件事 我覺得政府是要想的 不過說到這裡就算了 就是來到這裡可能說說這麼多 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因為其實時間我已經超過了 講啟德 每一段時間都是 那待會就休息一會 回來回應一下 那些人說 有樓的人 不知道沒有樓的人有多慘 休息一會 orr sal logr我也要完成 уса洛純 靜靜靜靜山 就 davon給你 看著這個 增臉 麵 變成 有 畫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